为了传承跟保存台湾的重要传统艺术 文化部根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在2018年审议通过 新增三位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 包括歌仔系后台音乐保存者林竹岸 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洪平顺 传统木雕保存者李炳归 文化部文资局 并且在2019年6月12号 在文资园区推出巧艺神韵 108年度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特展 一开始就由林竹岸艺师上台 展现一场传统歌仔系台的演唱 文资局长施国保艺师精彩的艺术生涯 以及独特的创作风貌 展览内容包括歌仔系台摩尼重现 也有洪平树艺师在1989年绘制的门神作品 而李炳归艺师的十八路汉群 表现出丰富的人文内涵 跟精湛的雕刻艺术 三位人间国保也上台致辞 感谢文资局对他们的协助跟肯定 这场巧艺神韵特展 从6月12号开始到8月25号为止 让大家更加认识跟珍惜台湾文化价值 展览期间还会举办各种讲座跟工作坊 有空的话不妨走一趟台中市文资园区 感受艺术传统之美 回味历史文化的记忆跟风华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道